冬天的時候拿來當外套 下雨的時候就拿來當護衣 好用到下大雨騎機車的時候 那個水真的是不會跑到衣服 來這是雨之寢的 第一個它是用穿外套的方式穿上去的 它不是讓你套頭的 再來它的材質是厚的材質 它不是那種很薄會破掉的那種 拉鍊拿起來的時候它還有多做一層扣子 可以讓你在騎機車的時候那個水不會 不會滲進去你的衣服不會滲掉 我跟你講不會選擇 就是下大雨就是它就對了 拉起來之後它的這邊還有副扣子 你就可以把拉鍊的地方把它扣住 而且你看它拉起來它的那個 這邊還有做 對 就是隱藏室的 隱藏室那邊還有加寬做一片 扣上來的時候來到脖子這邊 都可以扣住對不對 好然後它這邊等於是幾乎都是無接縫的概念了 所以你水都不會滲進去 然後你向後損 帽子的地方你一到有帽子不稀奇對不對 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做到接縫是連在這一整片一體成型的概念 所以你騎機車的時候那個水不會從脖子滲進去 然後它的這個立領做得夠高 所以你這樣子綁的時候有沒有 它完全這邊都蓋住了 袖子它這邊都有加寬 所以我們穿連穿外套有沒有 你都塞得下 這個呢它做雙層的概念 對 袖子這邊是有做束口的設計 然後再多一層這樣子 這樣子你騎車的時候呢 騎機車雨水不會從這邊噴進去 對沒錯 然後口袋不吸騎對不對 但是呢拿一手機放進去 好來它的那個口袋的蓋子 它竟然是這樣反向設計 所以你的雨水完全不會去 不會阻隔 所以你走機火放口袋的話 你不用掏錢 以前是這樣子掏錢出來的東西 對對對 現在不用 直接伸進去就好了 那就可以了 還有附一個這個皮帶 就是讓你女衣收好之後收納帶 材質是跟女衣的材質是一樣的 然後那是將近170公分 XL只到我的腳踝上來 155公分以上的你就穿XXL 那如果是160公分以上的就穿2XL 170公分以上就穿3XL 180公分以上就4XL 那一般4XL都是男生在穿 прошл左右 這個 三次 都會上去 156 2 完全 2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